各位朋友大家好 又是我肥康 最近TVB和ViuTV的花生源源不斷 小弟也吃了花生 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和整件事的經過 在我講之前 記得幫手Like、Share 以及幫手訂閱本台 話說最近TVB一個節目叫做開心大眾藝 由這個首席創意官的黃祖南先生 不斷帶領一群藝人 再歌再舞之餘 亦都親自出來扮鬼扮馬 重思故技 繼續扮女人 這次他扮了一個女人 挺厲害的 叫林鄭月娥 其中一幕大家都記得 這位扮的林鄭月娥 看到一個螢幕顯示了姜濤的照片 就說了一句說話 因為我們沒有照MIRROR 所以有ERROR 接著TVB藝人 就說 又抽水?吃屎吧你吃屎吧你 然後就被人趕了出去 你看見這個場面 你們一定會想到兩個字 就是尷尬 大哥 這個TVB的節目 你可以從這個尷尬的地步 可以變得很尷尬的尷尬 我也覺得是一個電視界的創舉 上次你去抽到姜濤水 其實不是因為你去算救別人 而令人播你 你做的事情是令人尷尬的 你做的事情 你看完之後 全世界真的是尷尬 但你這次 現在也是令人尷尬的尷尬 對不對 你看完這個扮演的林鄭月娥 也算了 你從事顧忌也算了 最大問題是你 你想表達什麼 你的笑點是什麼 可能小弟的笑點比較高 我真的看見這些畫面笑不出 或者其他人會看見 我真的笑不出 但我真的看了幾次整條影片 我不知道他想表達什麼 想想串姜濤 有時串他有時不是 純粹是做一些東西 像小學雞一樣 但你是一個電視台 你的片劇 你的創意的人 有很多人 你給我們小學生的質素 我也覺得是一個新的嘗試 TVB 這些東西 你繼續給別人看 那是不是真的會有人看呢 大家都知道 除了這些設置之外 其實還有一單 就是這個真智慧 這個五短人真智慧 在記者訪問 他突然間暗示這個TVB 不是無私的對手 他說什麼 就說 比賽台是面向全球華人 節目就是合家歡為主 符合大眾口味 白說 ViuTV只有四點收視 節目題材教編 不是比賽台路線 我們選香港小姐就是香港小姐 不會戴著口罩 所以J2台才是跟ViuTV比較收視的地方 那我看完都知道 曾志偉真的多自大 很好啊 癡癡癡癡 你都知道你自己的台 慢慢萎縮的時候 你還要說這些話 去爛人火頭 我覺得OK的 不是問題 那我就點一本發佈你 第一件事 你面對全球華人 你拍攝這些 開心大眾藝 你擺明是以香港的題材 那何叫全球華人呢 你做一些事情 大家看到都會笑 你好像是把一些事情 不斷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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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意思的 連全球華人都覺得 我寧願看其他東西 開過Netflix去看 都不寧願看TVB 大哥 你現在也是很追求 不單是追求你的收視 你追求那個點擊率 但問題是 人家的點擊率 顯然是高過你 甚至是網上的影響力 是高過你很多 我給你一個例子 你搞什麼 空姐選舉 多人看 還是全民造星 多人看 哪個多人討論 大家都有個心裡的答案 你還是拿著這個 收視來打飛機 我覺得 也算是 要繼續打 希望你 繼續打多一會 可以打多久 可以打多久 當然 除了我之外 也有一個 很回應 就是這個193 這個ERROR的成員 剛好就是一個 有記者問他這句話 也回應 沒有理由用這個 J2是什麼 年輕人 聊天 那些 40歲 還扮年 就名傳這個 J2的農夫 他們都是給老人看 我們年齡 什麼都沒有 他也說 收視只有幾百部電視機 去統計 不用去理 其實你看 人家 都懂得串理 就算是 火藥味 你找到位子去串理 問題是 現在你TVB 有一次 我為什麼覺得 你做個影片 又做到這麼尷尬 就算人家做不到 人家已經是有一點了 大哥 是不是先 那你 人家一個 小小演員仔 即興 去串齒你 都好過你這樣 即是你多了這麼久 你才有些東西 掉出來 還要不要是好笑 還要被人笑回頭 你看看193 終於串完你之後 然後上去TVB 然後說 我是藝人 我是明星 我可不可以進去 然後在影片裡 是在整個TVB 那裡 是你整條片 你是賺鬼兼得意 我看完 我可能是一些很簡單的製作 但只有之後 之後就說 好人好笑 OK 你是真的找到笑點出來 你做一堆東西 你兩個高下立體 你找一堆藝人 裝了這些東西 怎樣 這個是很尷尬 你看完之後 你會開心回來了 對不對 剛剛才 你看著那堆 你看著TVB 得罪說 你生存也成問題 你只不過現在 有大陸的水口 有政府去拆 有政府去拆 如果到時你沒有 那怎麼辦 剛剛才 你到時什麼都沒有 到時人家是放棄你 那你的台還能生存 能不能生存到呢 還是你會不會像阿士那樣呢 嗯 大家都會想看到 結果是怎樣 那不好意思 今天就說到這麼多為止 那真是不好意思 很久都沒有出片了 那記得幫助like share 還有記得幫助留言 還有記得幫助訂閱本台 拜拜 嗎 我就是待會兒 我會想看到 你開放棄 我沒有 記錄了 我可以 會 感谢观看